好 那麼各位呢 你待我呢 進到我們這個白板 或者是你直接從這邊 來 你直接 在網址上面打 1234的1 Know.net 這樣 有沒有 Know.net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我不要用麥克風 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會有點回音嘛 我這樣講後面聽得到嗎 還可以 那我用原因喔 用原因好一點 好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呢 你有幾種方法可以加入 OneNote是一個所謂的翻轉學習平台 翻轉學習平台 那你有幾種方法 一個是用會員標準的 你可以選擇用社群的帳號進來 這是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呢 你也可以用你的信箱註冊 但是 第二種方式呢 他會寄封真真信給你 如果你覺得 初次見面 我只想來玩看看的 不要那麼麻煩 還要註冊 請找另外一個方法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訪客登錄 嘿 是的 你可以先來當客人就好 等你覺得 值得進來 你再來註冊都還來得及 好 那你呢 按下這個訪客 取得訪客代碼之後 會給你一個八位數 不分大小寫 你只要把那個代碼記下來 下次你可以用相同的代碼 繼續 進去裡面看 所以你的所有的數位學習紀錄 閱讀的紀錄 有加入的課程 有加入群組 都會在裡面 都會在裡面 所以你看我先把它取得一個訪客代碼 有沒有一個八位數 對不對 你可以先把它記下來 把它記下來 萬一不小心沒有記下來 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進去之後 在右上角這裡 還有 這樣有看到了吧 右上角還有 所以待會你進來之後 麻煩各位一件事情 你進來先來改一下 我們這個個人資訊 這樣老師比較知道你是誰 在這裡 有一個編輯個人資訊 你可以改一下你的姓名 那麼 我們今天的資料會放在哪裡呢 你進來之後你看喔 在發現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群組 你現在看到這個發現這個部分呢 都是什麼 這個部分都是公開的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數 翻轉學習平台 它有很多公開的課程 有很多公開課程 那單元比較 像是所謂的單一個教材 課程就像各位平常 選秀的一個課程一樣 那麼群組 比較是有班級的概念 班級的概念 所以我有很多這些免費的 放在上面 你看到 翻轉的 有沒有 就有一些我的 那在群組裡面更多 所以我們今天的 研習我都放在群組裡面 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我們 排在第一名 因為我都堅持到最後一刻才開放 所以永遠會在第一名 那也許你下次就不會啦 那是沒有關係 如果你想要看 有關於我的 你就打我的名字就好了 這樣 夠公開了吧 反正我去外面 研習的我都 只要時間過了就開放在這裡 所以 你要 加入其他的也都沒有關係 那你就 點這一個 在右上角這裡有一個加入 加入就好了 萬一如果上課不滿意 可以退貨 你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退出群組 好不滿意的可以退出 沒關係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今天所有的資料呢 包括您看到的這個有沒有 互動白板 可以從這邊進去 然後呢我們今天的 簡報 在這裡 再往下走 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有需要 我們今天上課的 研習的相關免費軟體 我已經擺在這邊 那我們家的部落格 你也可以從這邊過去 不小心因為我有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 如果你想要看一下 這邊 這樣你就會看到像 剛好上禮拜去金門 所以點開 所以平常我上課會像這樣子 就是 錄影完之後 010203 這樣 每個標題 是不是都比較清楚 還是你比較喜歡邊看邊找那種 因為這樣比較有樂趣 反正你哪裡不會就看哪裡 而且 我們 秉持的摩克斯的精神 就是 每一段小影片 主題的影片 原則上是5到15分鐘以內 盡量不超過啦 但是 偶爾難免我的話會比較多一點 超過的 我就要回去會檢討一下 但是我會盡量在15分鐘裡面把它結束 所以 這樣子 大家如果說 你們 研習完之後 你想要做複習 也相對比較簡單 拿一個 不大了解 就點那個進去看就好 好 那就把畫面還給各位囉 麻煩各位 您先試看看 那我就把網址 把它放大一下 您稍微看一下 1234的1 know.net 因為平常說真的 各位 學校的數位學習平台 你喜不喜歡去 這個問同學比較準 問老師不準 因為同學基本上 都是為了 大部分都是交作業 然後老師說要上去看 你才要上去看嘛 對不對 不然平常 就算逛街也絕對不會逛到那裡去 那你是最不想去的地方 那1know這邊算比較特殊一點